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有一些名人的黑幕或者说是黑帮的发迹史 亦或是各种悬疑大案以及更多的其他题材的探索 针对这些内容目前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我们将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大概的整合 放在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新的专辑当中 这个专辑的名字暂定叫做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200家陈峰的未解之谜当中 需要说的是这个新专辑 我们决定在喜马拉雅作为会员节目进行独家播出 总计有200多集的内容 专辑上线时间将会在不久之后的9月9号 大家届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关键词 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就能够找到这部新的专辑了 在上线前的这段时间当中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喜马拉雅工作人员的微信 XMLY0330 也就是喜马拉雅四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加0330 XMLY0330 添加微信之后 工作人员将会把大家拉进喜马拉雅官方的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福利活动 送喜点 送签名书 等等其他惊喜 在等着大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专辑 将会是喜马拉雅的会员专辑 也就是说 如果您是喜马拉雅的会员 就可以免费收听本专辑 目前喜马拉雅的会员价格为每个月6块钱 6块钱就可以听到我们的200多集故事 也是很划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9月9号我们不见不散 探索事实真相 搜寻幕后真凶 欢迎收听 绝密大案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1989年 在日本北海道的旭月山 发生了一起神秘事件 这座旭月山 它位于日本的大雪山国立公园 这是全日本最大的公园 南北长63公里 东西宽59公里 它的面积比东京都还要大 而这个旭月山呢 它是这个公园当中最高的一座山峰 同时也是大雪山山系的主峰 海拔两千多米 在每年的七八月期间 这国立公园里面 各个山峰开始冰雪消融 风景优美 那这个时候呢 正是前去登山游览的最佳时节 在1989年7月21号这一天 有两位年轻人 就抵达了这个大雪山的脚下 这俩人看起来呢 也就是二三十岁 两个男青年 他们是从东京专门赶过来的 他们是东京大种制药公司的员工 那么按照以往的登山惯例啊 登山者们在抵达山脚之后 一般都会在这个山脚下找一个旅馆 先住一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再去登山 那这两个年轻人呢 也不例外 他们在山脚下的这个旭月温泉旅馆 住了一宿 第二天也就是22号早晨 养精蓄锐之后 俩人准备好食物 帐篷和一些必需品 正式就踏上了登山之路 但尽管说当时呢 这天气是夏天 但对登山者来说 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天气 雪山的天气呢 是变幻莫测的 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这个降水 很容易造成小型的泥石流 非常危险 而且降雨之后 山区的温度会急速下降 就算是在夏天 在晚上 甚至都能够降到零度 所以说历史上 曾经也确实有人就在这个夏天的晚上被冻死了 说这俩人当时登山之后呢 你别说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他们刚刚上去一天 到了7月23号 意外就发生了 7月23号的上午 山上突然发生了几场连续的降水 而且这个雨势很急很大 那看到这样的天气 很多准备上山的这个登山者们就都放弃了 有的已经上去一半的 也都陆续的赶紧回到这个山脚下的旅馆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呢 其实并不少见 所以说山脚下边这旅馆的老板 也提前做好准备 给大伙收拾好房间 等他们陆续回来 直接进来住就可以了 全都安顿好 可是这些登山者们一个一个的回来 这旅馆老板呢 数着数着发现 唯独那两个东京来的年轻人 他们还没回来 他接着等 等到过了中午了 这俩人还是没有出现 但是呢 这个旅馆老板他也拿不准 万一说这俩人 人家要是一看情况不对 提前下山 已经回了市里了 那肯定他也就看不见了 而且在那个年代 移动电话还没有完全普及 所以说也没法联系 那老板只能说 继续先等等 就这样 他一直等到了当天晚上 七点多 这俩人还是没信 那这个时候 这旅馆老板就有点担心了 心想说这俩人 如果要真的是回市里了 还则罢了 要是真没回市里 他出了什么事了 那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况且这俩人都年轻 看起来像是登山的新手 他们很可能不了解 这个特殊天气的一些应对方法 这老板心里边这么想着 他就赶紧报警 但是当天晚上 因为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 警方没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 7月24号一大早 北海道警方赶紧出动搜救 他们派了一架直升机 从半空当中搜寻 同时地上还有山岳救助队 也展开了行动 但是最开始 这搜救行动并不是特别的顺利 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直升机始终都在沿着这个 有可能的所有的登山路线 一路向上搜寻 但是不论是怎么找 都看不到任何登山者的影子 这就奇怪了 既然说这俩人确实是来登山了 那为什么在这所有的路线旁边 都转了一圈了 都没看见他们呢 就在大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 当地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登山向导 他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这老向导说呢 说在这座山的这个登山路线上 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这个石头呢 是一个立方体的形状 长得跟保险柜似的 所以说呢 大伙就给起了个名叫金库石 跟金库一样 那么这个金库石呢 他正好是在大伙的必经之路上 在这个登山路线中间 而且这石头确实又高大又醒目 所以说时间长了 很多登山者都会把这块石头当做一个路标 一般来讲 人们走到这儿了 往右拐 继续往前走 这是正确的登山路线 但是呢 不巧的是啊 几年之前 有一次山洪爆发 这大水呢 把山上的另一块大石头 也给冲到这个金库石附近 而且这块石头呢 也是一个大立方体 长得跟那金库石差不多 得 这下要命了 这登山者们 沿着这路线往上爬的时候啊 会首先 遇到这块长得差不多的 假的金库石 这真的金库石呢 其实在后边 如果说 这登山者之前没来过 他不知道有这回事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根据这个登山手册 把这块假的石头 当做是真的金库石 然后在这儿往右拐 一旦说人们在这儿右拐了 那么 他们就会走到一条 错误的岔路上 最终 迷失在深山老林 荒山野岭之中 那么救援队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恍然大悟 心想那两个年轻人 一看就是新手 有可能真的是被这个假石头误导了 提前诱拐了 所以说 在里边走失了 也因此呢 直升机这一上午 一直在沿着这个登山路线转悠 一直没找到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登山路线上 而是被误导 走进了荒山野岭里了 这下子 好办了 有了一个明确目标 明确的方向了 估计就能够找到这俩人了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 警方就改变了方向 把搜救的重点 放在了这两块巨大的岩石附近 把直升机从那个登山路线上空撤回来 开始对这两块石头附近的区域展开第二轮搜索 果不其然 在7月24号下午1点钟 搜救工作就取得了一个重大进展 直升机呢 在这块假的金库石的南方 一块比较开阔的草地上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被人为摆放出来的SOS求救信号 这三个英文字母是用很多根白画树的树干拼出来的 每根树干都很粗很长 放在这个绿色草地上非常显眼 可以说呢 这个求救标记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有这么一个求救标记 这也就表示附近肯定是有一些迷路的人啊 很有可能就是那两个年轻人 于是呢 救援队就开始以这个巨大的信号为原心 向周围寻找 最终在当天下午3点40 在距离这个求救标记两公里远的一个山洞里面 找到了那两个失踪的年轻人 一问呢 果然这俩人是被那块假的金库石误导了 走进了这个错误的路线 直接迷路了 那之后呢 又遭遇了山洪爆发 身上带的很多装备都被冲走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够暂时的躲在这个山洞里面 等待救援 幸好现在被人们发现了 两人也没受伤 也算是虚惊一场 但是啊 这事呢 其实还没完 就在大伙以为这救援工作圆满结束的时候呢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说把这俩人接回去的路上啊 这俩人就跟这个救援队呢 开始聊天 开始谈 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救援队突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当时他们聊天 就说 你们俩还行啊 做的这个求救标记挺精致 要不是说因为这个SOS这个标记啊 我们都找不着你们 这俩年轻人当时一听愣了 怎么着 他有这个求救标记 救援队一听 这不是你们摆的吗 一核实 果然 那个巨大的SOS那个求救标记啊 不是他俩做的 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标记存在 他们压根就没看见 这个消息啊 让所有人是大吃一惊 为什么 很明显 既然说这个求救标记不是这俩人做的 那就说明肯定是 还有其他的一些登山者被困在山里 那标记是他们做的 于是呢 一天之后 7月25号 救援队和直升机赶紧再次出动 再去找其他的有可能的被困的这个登山者 首先他们直接来到了这个SOS这个标记现场 经过勘查 组成标记的这些树干 都是就地取材 从旁边的白画树上砍下来的 总共是有19根 每一根树干上都有这个被斧子砍 被斧子削的痕迹 这个说明当时做这个树干的人应该是有一定的登山经验 随身带着有工具 之后呢 搜救队又在这个标记的周围 做了一番细致的寻找 果然就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这个标记附近的一个草丛里面 他们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风化成骨架的人类的尸体 另外还有一个运动背包 于是当天晚上 这具遗体就被送到相关部门进行鉴定 但是呢 因为这个遗骸啊 他已经基本上只剩下骨架了 又是风化 又是动物啃的 所以说鉴定结果非常困难 一开始只能够大致判断出这个人 是1米65到1米7之间 这个身高 另外呢 这个腿伤 受过伤 别的就不知道 最后呢 是鉴定了三天 再结合最近几年的这个失踪人口记录 最终才确认 这名死者 他是五年前 也就是1984年 那年七月份 在这座山上失踪的一个青年男子 叫做森田圣岩 这森田圣岩这个死者 他也是个外地人 老家在爱知县 当时是25岁 生前 他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厂工人 当然这个不重要 那需要说的是呢 这个人 他是个宅男 平时只喜欢打游戏 看动漫 直到他遇难的两年之前 才开始接触登山滑雪之类的运动 这是这个死者的大概情况 另外需要重点说的 是现场找到的那个背包 这个背包经过鉴定 它是属于死者 森田圣岩的 在背包里面有一些日用品 比如牙具 洗面奶 水杯 等等 除此之外 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台便携式的录音机 跟三盘磁带 这两样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故事 后面所有的疑点 都在这两样东西上 说说这个磁带内容 这三盘磁带的内容 都是这个死者森田圣岩 他翻录的各种动漫的主题曲 有这什么超时空要塞的 有这个宇宙战舰大和号的 有鲁邦三世的等等等等 很多 那么当时出于谨慎考虑 警方就对这三盘录音带 决定做一次全面的检查 把内容都听一遍 首先第一盘 它的A面 录的是超时空要塞的主题曲 B面 是一些剪辑过的男女对话的片段 经过辨认 也是这个动漫超时空要塞里面的 然后第二盘磁带 第二盘跟第一盘一样 也都是这个主题曲和人物对话 第三盘呢 这第三盘磁带是重点 那起初播放这第三盘的时候 警方听着 跟前俩一样 也都是这歌呀 对话什么的 不过呢 就在这个A面快要播放完的时候 那主题曲 突然没了 这歌声是戛然而止 紧接着磁带里面 传出了一个男人 大声喊话的声音 至于说他喊的是什么 这段录音 咱们找到了 给大伙播放一下 总共是17秒 就是这样的一段录音 当然咱们没有全播完 它一共是两分多 咱只播了其中一部分 那这一段录音呢 能听出来是个男人录的 这个男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死者森田圣言 当时这段录音 突然出来 把警方吓了一跳 那么我们从刚刚这个录音上呢 也能够听出来 这里面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首先 他这个说话的状态 他一直是在一字一顿的说 而且是在声嘶力竭的大喊 那么他说的这番话的内容 又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伙翻译一下 他是说的是这个 SOS 救命 我在山崖下面无法走动 地点就是最初遇到直升机的地方 草太深了 我无法往前走 请把我从这里吊上去 这是这段录音的内容 整段录音时长两分十七秒 那么在这段录音结束之后 后面的磁带里面 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那么这段录音的出现 让在场的所有警察 都陷入了沉思 这段录音的目的何在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而这起事件之后 所有的谜团也全部都集中在这段录音上 好 我是大腕 如果您喜欢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咱们下回 继续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